鍾利將軍 謝謝你把我引戰給韓將軍 我只是是韓將軍揮下一個小小的屁障 韓將軍今天想破例見你 你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 韓信就此謝過 只要韓將軍肯見我 莫他重用又有何難 聽你言下之意 如果讓你做一個小小的屁障 也算是委屈你了 這個當然了 只要韓將軍看過我常情的洋洋蔓延 他豈能無動於衷 好, 我鍾利妹就在這裡等你的好消息 好, 喝 喝 韓將軍 這位是末將要引戰的懷陰人, 韓信 韓信叩見韓將軍 我看過你情相的萬賢賊 審天下之勢, 頗有精闢之處 你一定是從軍多年 在下從未投軍 你的兵法是師誠何人? 並無師誠 不過在下屬讀兵書萬卷 六韜七略, 進階了言於空 可以說是無師自通 既然如此 你認為自己可以在軍中居何職位呢? 初來報到不敢妄求 統領一軍之將, 堪可勝任有餘 想當將軍? 一來到就想和英報聘牌而立 這還不是妄求? 好, 兩位將軍, 韓帥又竟金潛穴 他只不過還沒有熟悉軍將的編制 他說自己是熟讀兵法的 既然你認為自己是將軍之才 那你就說說遺將之道 負遺將者必備智人信忠勇五才 智不可亂, 人能愛人 信不失言, 勇不可犯, 忠無疑心 仇敢就夠? 未, 還要精通天文地理 於作戰時審時度勢, 隨機應變 設計墨守成規 舉備以上之才 方可稱得上是大將之才 好, 我再來問你 方今天下之勢, 你有何見解? 步秦盡失天下民心 還有張寒之輩想力管抗難 已經是強勞之門 要滅秦不難 難的是將軍如何取而代之 毫令天下 那如果我正有此意 就應該怎麼做? 簡單 將軍只要得一個人, 殺一個人 得誰? 我, 韓信是也 得韓信之助 將軍必如虎添翼 韓家軍必天下無敵 那殺誰? 宋義 宋義乃卑鄙小人 把持太子, 以權謀私 不殺此人, 必有愛將軍抗秦大業 殺了他之後, 將軍再無後顧之憂 徽軍直指涵陽 所以將軍要代楚取得天下 必要先殺宋義 混帳 你這麼說必殺老虎? 老虎不知道這是什麼山野流氓 不過漢將軍現在大敵當前 你我應當同心協力, 以抗暴循 怎麼能由此人在此 大放缺詞, 擾亂軍心? 此人必是暴循派來的奸細 請將軍立即殺了他 此人只不過是來投軍 又不是我的部下, 亦非軍中人 若以軍法處置, 未免有點也太過了 既然他是得罪上將軍的 那就將責三十軍軍, 以示懲戒了 將軍只是包庇 如果不殺此共盜, 老虎勢不罷休 沒有 Hello, 北美的朋友 快點追蹤北美TVB USA 官方頻道 TVB精彩節目片段 每天更新, 隨時隨地 追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